哈囉 大家好 我是妮可媽 我這一次要分享的影片是比較 我從來都沒有分享過的 但是呢 這個議題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偏激 所以以下內容如果你是一個 不太想要看到這一些偏激情趣的人 就影片就不要繼續播放下去了 我這一次的主題呢 是要分享 孕婦所會遇到的十大問題 真的非常惹人厭 那是哪十大呢 繼續看下去吧 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都好 只要是寶寶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吧 所以你們每次在問說 啊 懷孕了肚子好大喔 還是好小喔 一定是男的還是一定是女的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重點好嗎 好嗎 拜託各位長輩 現在不要再重男輕女了 但是我還是必須得說 有一些可能長輩還是希望是生男生還是怎麼樣 畢竟可能孕婦會有一些壓力吧 我只能說 就是 看開一點 讓自己放鬆一下 好嗎 我真的想 翻白眼 翻了一百圈好嗎 我真的是說 我的肚子大小 關你什麼事啊 我而且深呼吸吐氣 胖那麼多 是胖在我的身上 不是胖在你的身上 你計較那麼多幹嘛啊 你為什麼要為我那麼操心啊 很莫名其妙 我現在胖幾公斤 我一定要告訴你嗎 難道我身上幾根毛 我也要告訴你嗎 真的很莫名其妙呢 為什麼每天要問這些東西 沒錯 這個問題非常的讓人覺得無奈 現在有很多市面上所販售的指甲油 是孕婦可以使用的 這點可以請你到網站上去查詢 還有就是光療指甲 其實建議如果你要去做的話 你可以跟美甲師詢問說 這個光療指甲孕婦能不能使用 OK 我怎麼說要生第二胎 幹你什麼事啊 能不成我在跟我老公新房的時候 我還要跟你說嗎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多管閒事 拜託 我又懷孕了 到生不生那是我的事情 我的小孩生出來是要你要幫我養嗎 我會這樣要求你嗎 沒有的話你問那麼重的問題 真的是有夠白目的 這一點真的是有點戳到我的點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你們是沒有看過翹臀人嗎 奇怪啦屁股變大 屁股變大是一種性感好不好 拜託 有一些穿牛仔褲屁股扁扁的 那個也不好看好不好 拜託 那個翹臀針的屁股真的叫做性感 你們不懂啊 我說真的啦 孕婦真的已經很辛苦了 你們要限日東限日西 那個不能吃 啊生育片不可以吃 喔會長寄生蟲 請問一下日本人要該怎麼辦 我還是要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覺得吃什麼東西 好像有疑慮 請你去自己問你們的產檢醫生 這樣會比較清楚 因為畢竟出事情 你可以去過你的產檢醫生 你不要去聽信別人網路上面 說要吃什麼要吃什麼 啊那出事情 請問一下你要找誰啊 我覺得不需要去跟 欸孕婦去做比較說 喔我的寶寶好像是多大多大啊 好厲害喔怎麼樣 好那我是不是要給你一個好棒棒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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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沒有聽過胎胃不正嗎 那難道你胎胃不正 你要硬要給他硬生出來 欸那個真的這樣很危險耶 那小朋友的命是多珍貴啊 那如果期待繞緊咧 你生出來有些醫生說 喔我可以幫你轉過來 那那個期待就不會繞到脖子了 如果你覺得信任這個醫生 那你就這樣子做 我覺得OK 但是如果你不信任的話 那你還是選擇婆婆吧 非常被人欠扁 他是沒有吃過拳頭是嗎 非常憤怒吧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不認識的人這樣講 我覺得OK沒關係我原諒你 但是如果你是認識我 而且還知道我懷孕的話 你還這樣子對孕婦講中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蠻傷人的 畢竟沒有人 我相信啊 不可能會有人剛生完肚子馬上變平坦 不可能 絕對不可得的事情 如果他真的可以馬上變平坦的話 非常佩服 但是我相信這個絕對不可能 因為你的肚子撐了那麼大 撐了十個月 撐了十個月 你那個肚皮一定是會有一點點鬆滑的 我當然知道肚皮是可以 恢復原狀 但是那是需要靠運動 而不是你生產完馬上立刻恢復 好嗎 不可能 就是你的寶寶從你的肚子裡面 拉出來之後 你的肚子就平坦了嗎 如果你真的覺得有辦法的話 你去生涯給我看看 我畢竟我也是做媽媽的人 所以我可以 互相可以做體會 OK 記得喔 你們現在是懷孕的人的話 有任何事情 有任何問題 請麻煩 直接去詢問你的產檢醫生喔 不要在自己到網路上面去查一些 沒有根據 沒有證實的一些事情 好嗎 不然醫生是拿來幹嘛用的 對吧 掰掰 下次見喔